台东县政府与台大实验领馆处合作 推动生物多样性打造校园自然正成长的计划 25号由专家进到鹿野乡的永安国小 带着师生一起设置甲虫恢复的漆地 也吸引了成虫到校园来传染 让学生肆遇甲虫的过程当中 观察昆虫形态的变化 清击自然 也经由课程的规划 进一步的串联循环经济 环境永续等议题 来自台大实验领管理处的研究员 正带领永安国小的师生 将一代代的有机培养土倒进市域巢内 而小朋友们则是打着赤脚 用铲子将土剥平 要建置出甲虫的富裕漆地 甲虫专家李春林在永安国小 展示出各种甲虫的标本 以及幼虫活体 并带着师生们来到校园内的生态公园 一起打造甲虫的富裕漆地 希望让小朋友们可以更加了解 生物多样性以及循环经济的概念 小朋友则是开心地表示 养甲虫很好玩 在学校也可以很常发现甲虫的幼虫 有的时候稍微给它挖开就能发现 而且一棵树大概就有两三个 你喜欢甲虫? 喜欢啊,有的时候会给它带回家羊羊 然后两船趁虫的话就直接飞走了 那我们会想要说利用一些废弃的一些材料 像香菇的种植端木香菇的这个碳空包 或者是段木 它的废弃材料 然后去饲养一些甲虫 一方面呢,让这个校园的生物多样性增加 一方面呢,也可以做 把这些废弃的制裁 做一个循环再利用 然后等于说推广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 借由推广循环经济的这个过程 然后顺便也可以增加校园生物多样性 那这些小朋友 同学能够认识这个 除了认识甲虫之外 也能够认识循环经济的这个概念 永安国晓的校长则指出 当初会选择以甲虫为主题 不只是因为学校环境适合 更希望透过课程 让孩子们了解到万物相依相存 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进一步发展出跨领域的课程 我们决定用甲虫是因为 第一个它符合孩子 在对于自然观察的一个切入点 它是一个同趣有趣的 第二个甲虫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 对于整个大自然环境里面 它是一个围观的世界 它是一个完全变态 它可以牵涉到很多观察的知识 跟科普的知识 还有跟生物生态点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 让孩子认识甲虫 还有让孩子认识说 万物相依相存的道理 还有环境保护的重要 所以又达到 我们是永续 跟自然生成长 而入于深海的一个 一个精神跟学习 台东县政府 与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合作 推动生物多样性 打造校园自然正成长计划 首先以永安国小 康乐国小 以及东海国松 三校作为示范点 并选择孩头受欢迎的甲虫 作为观察 以及学习生物多样性的素材 希望借由计划 可以让学童 更加了解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同时又能够串联起 家乡的环境 产业以及人文 从小埋下永续的种子 记得曾经的一路也相报导 好